赵丽颖新剧幸福到万家过审 八卦小泽 赵丽颖的野蛮生长25日专场至哈尔滨拍摄 这部剧因为疫情停拍了一段时间 延长了周期 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长相思三个男主 张婉毅暂定男一 另两个嘎位不会超过他 有可能都是新人 天梭新代言人 在接触罗云熙 杨阳和赵露丝的 且是天下可能快播了 杨阳的《我的人间烟火》 预计三月开机 女主传王楚然 杨阳先后搭了两个九五花了 九五花们都在慢慢冒头了 上时播出期间 主演徐凯和吴锦炎会有合体宣传 诚意和蔡文静的底线将于26日开机 会有老戏骨加入 但不是之前传的近东 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 已于1月25日取得发行许可证 播出指日可待 湖南卫视去有风的地方 男主暂定理线 热点讨论 一 杨子将出演长相思与张婉毅搭档吗 长相思即将开机 近日 主演一直盛传杨子和张婉毅 这个搭配引起了热议 杨子的粉丝因为之前抵制陈湘如蟹 所以对古装偶像剧有所抵触 不希望他再出演类似题材 而杨子自身并没有表示过不演古装剧 对于戏剧的题材 只要是中意的 都不会排斥 之前所传 他将出演的苍穹之北 也因为各种原因 现在推迟开拍了 所以 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杨子会先接长相思呢 静等官宣 另外 长相思三位男主 如今 盛传近两年来冒头的90后小生张婉毅 将要出演男一号 很多网友认为 张婉毅虽然个人形象和演技 能够驾驭这部剧 但是 他还从来没有出演过男主 对他抗拒的能力有所怀疑 并且从嘎位上来看 张婉毅好像和杨子两人的距离较大 赵丽颖和林更新曾主演楚乔传 让人一难平 直到如今 还能在各大社交媒体中 看到诸如能不能把沉在湖底的语文月捞起来 的留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